嗨,大家好,我是打西妈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这款树叶花的五指手套 也叫半截手套 只是织了一个片 缝合以后这个地方留个口 就是一副这样的手套 这个手套是用全下针织出来的 只是这个花形是用的银反来织出来的 比较简单 因为左右手不一样 它是对称的 左手先织的手心再织手背 右手是先织的手背 然后再织手心这一块 所以它的方向不一样 那我就做了一个图解 你可以完全照着图解来织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图解在后面也放得比较清楚 你可以截平 这个手套这个长度是17厘米 整个织的这个片呢 也是在16厘米 因为它是弹性非常大 只要按照这个行数来织就没有问题 我用的这个线就是三粒的纯羊毛线 比较粗 比中粗线我感觉略粗一点 用的针是4毫米的针 也就是国产的针号8毫针 这个手套可以用粗线来织 因为它不影响手的活动 看了吗 这手指头全都是漏在外面的 特别适合南方的人在冬天 屋里比较阴冷的时候 他不妨碍你干活 写字织毛衣都可以戴这副手套 再加上呢现在我们都喜欢玩手机 所以呢用它戴着这个手套 玩手机一点也不妨碍 这个手套用线呢是用了一两多一点点 灰色的用了不大到一两 红色的呢用的比较少就用了一点 加起来呢也就是一两多一点点 下面呢我就演示这个手套的具体织法 用一个其他颜色的线勾一个绳 打一个活结 我们一共要勾37枕 所以呢多余37枕 勾40来枕就够了 就这样一枕一枕的勾锁枕 勾了42枕就行了 第一行挑针的时候用细一点的针来挑 这样好挑 看到吗这个小辫 这面是一个平的 这面是凸起的 有一个小疙瘩一个小疙瘩的 挑的时候呢就挑这个小疙瘩 从这儿挑起这个第一针的小疙瘩来 用主色线来挑 一共挑37枕 这个头上不用寄疙瘩 好 稍微把它憋一下 看到吗 一定要挑这个小疙瘩 不要挑这个平面 不要挑这个V字的这个小辫子 翻过来挑 紧致点的线 否则呢它容易挑着这个线 拆的时候不好拆 就这样 第二个小疙瘩在这儿 第三个 就这样一针一针的挑 挑37枕就可以了 好一直挑到37枕 挑起37枕来以后 开始织四行的全下针 就是第一行到第四行 每行都是织 37个下针 也就是来回织搓板针 这个时候呢要换上我们正常的针 我用的是8号针 4毫米的8号针 就这样织四行 自己往下织 好一致四行 织了四行的下针 然后第五行 织16个下针 这个边针是这样织的 这是一个上针 但以下针的形式挑下来 这个线呢还是从这儿走 这样呢 这个边是一个小疙瘩 一个小疙瘩 第一针是不织的 以下针的形式挑下来 织16个下针 这16个下针包含着这个边针 好 然后翻面 做银反 第六行 继续直16个下针 把它挑下来 把线拉紧 只要不是在边下 在中间支的时候 翻面 就是换行 支都是要支银反 还是支16个下针 最后一针是要支的 好 翻面 第七行和第八行 都支37个下针 还是这样调针来支 第七行这是37个下针 第八行翻面 也是37个下针 一直往下支 支到这个银反点的时候 这一针是上一行的银反点 我们要把这两个线一起支 这是一针 好 继续往下 第九行 正面行 这个线头在左边 这一行 就是个正面行 如果你要是记不准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别个记号扣 起针的这个线头 在左边 这就是正面行 好 第九行 五个下针 这个边针也算 好 五个下针以后 我们要加配线 换一种线 直接这样套上就可以了 可以把它这样记一下 好 然后用这个配线 再支20个下针 好 这是20个下针 你最好是数一下 好 20个下针 织完以后 从下面这一行 再支 就是 织第一个叶子的 帧数了 我叶子呢 是重新排的行数 所以呢 叶子的行数和这个行数 是分开来排的 现在这一行是第九行 先支第一个叶子 现在要支的是 第一个叶子的第一行 11个下针 把它挑下来 现在还是拉回去做银反 一共支11针 这一针也算 11个下针 好 11个下针 织完以后 翻面 现在又回到了正面行 YES的第二行 9个下针 这一针也算 好 9个下针 织完以后 叶子的第三行 7个下针 翻面 叶子的第四行 从第四行开始 针数又增加了 织8个下针 在支的过程当中 你要记住 一般我们银反的时候 支的这个针 都不是上一个银反点 如果你要是 支的这个针数 正好是这个银反点的针数 就说明你支的不对了 因为支这个银反点的这个 它在下一个 如果再银反 它就不好银反了 叶子第五行 支9个下针 你看这个是 银反点 是第八针 这个呢 就是正常的一个 这第九针 好 支完九针以后 翻面 支叶子的第六行 支11个下针 这一针也算 好 11针下针 支完 第一片叶子 就支完了 再往下排 就是第十行了 因为我们支这儿的时候呢 是第九行 现在不是叶子的行数了 所以是正常的行数 所以是正常的行数 支第十行 还是用这个配线来支 21个下针 支完以后 换线 把这个线拿上来 然后呢 这个线交叉一下 把它拿下去 再支五个下针 用这个主线支五下 好 第十行 满成了 第十一行 十二行 支两行的下针 十一十二行 各支三十七针下针 好 自己完成 第十三行 十六个下针 好 翻面 第十四行 还是支十六个下针 第十五和十六行 再支两行 三十七针的下针 整个一行支下针 翻过来 还是支一行下针 十五十六行 自己往下支 第十七行 第十七行 三下 然后换线 把它这样交叉一下 用配线 再支三十四个下针 支到头 直到这头 三十四个下针 现在开始支第二个树叶 十二个下针 好 翻面 再根支十二个下针 树叶的第二行 十二个下针 第一行和第二行 都是十二个下针 第三行 十个下针 十个下针 翻面 树叶的第四行 还是支十个下针 第二组树叶 实际上是一个不完整的树叶 它支到线外来 看到吗 最边下来 要按正常的这个树叶 它应该是尖的 它是一个不完整的树叶 树叶的第五行 九个下针 树叶的第六行 九个下针 树叶的第七行 十一个下针 树叶的第八行 还是支十一个下针 树叶的第九行 十三个下针 树叶的第六行 树叶的第六行 指十三个下针 好 第二个树叶 然后再接着支 第十八行 三十四下 第十八行支三十四个下针 还是用这个配线支 好 先绕过来 换线 换成主线 再支三个下针 十九行 十九行 三十七个下针 第二十行 也是三十七个下针 自己完成 第二十七个下针 第二十一行 和二十二行 都支十八个下针 这是第二十一行 支十八个下针 好 翻面 第二十二行 也是十八个下针 只要是在中间换行 必须是银反 二十二行 第二十三行 支十六个下针 好 翻面 二十四行 还是支十六个下针 支到头 第二十五行 支三十七个下针 二十六行 也是支三十七个下针 二十五行 三十七个 二十六行 三十七个 自己往下指 今天就讲到这儿 下次继续 下次继续 下 schedul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